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 4号发生恐怖攻击 歹徒开车冲撞人群后 下车持刀刺伤民众 造成至少8人受伤 随后遭现场一名西枪民众击毙 巴勒斯坦号战团体哈马斯宣称犯案 表示这是对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 城市哲尼和邻近难民营的回应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 丹尼洛夫4号表示 过去几天的反攻特别有成效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尔雅也报告说 尽管俄军激烈抵抗 但在巴赫姆特周围取得了进展 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表示 2023年7月3号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 全球均温达到摄氏17.01度 超过2016年8月记录高点摄氏16.92度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各国 为声音现象的影响做好准备 这种引发全球升温的气候现象 很可能持续到2023年底 英国希望莫瑞5号以6比3 6比0 6比1的主宰比分 拍下同胞佩尼斯顿 在中央球场拿下温布顿网球赛首场胜利 而且是在瑞士特快车 贝德勒和凯特王贝的见证下晋级 金牌亚台电视这里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打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